中秋佳节,祝大家月饼节快乐,今天一早,娱乐圈传来一则喜讯,战狼无尽在微博晒出一家四口的拳头照,宣布谢南平安在夏二安,五绿同学闪亮登场,母子平安,感恩,祝大家中秋快乐,一家三口正式升级为一家四口,恭喜恭喜,谢南 2014年5月11日,与吴京结婚,2014年8月26日,当下第一胎无所谓,谢南曾于7月10日在微博发文自扑怀二胎,途中,谢南身穿运动装,状态飞到榜,怀孕28周,还能依稀看见肚子的肌肉向小,微博发布后,引来圈中好友送祝福,吴京更表示,孕姬的谢南比他还瘦, 凡看谢南微博,发现他在孕期一直坚持运动,严格控制营养摄入,跟网友分享自己的饮食纪录表,通过运动改善孕期腿部静脉虚张的状况,坚持健身打卡,分享孕期运动的小心当,运动健身甚至持续到现货前夕,时刻与医生沟通,保持良好的待产心态,还有会与网友分享自己对付人生丸的心得。 所以,由于有个多月意就四肢心系,成为传说中怀孕只胖肚子的女明星,怀孕只胖肚子的女明星,也有甜蜜的笑烦恼,即使不断运动深情如业,还是会因为运动而强在墙和车之间。 怀二胎时,谢南也没有闲下来,继续主持自己的FM电台节目,偶尔一家人去享受天轮时光,带着大把无所谓逛动物园。 看儿童剧,辣妈谢,拿很猛的带娃骑机车,佩文黑了一把老公无精,佩图黑了自家儿子,网友在留言,黑无所谓可能会迟到,但永远不会缺席,皮皮妈谢男孩翻牌该张。 真相,无所谓只是在看黄瓜,可惜吧,没想到被鸡妈抓拍成黑历史,没想到,就连想要按桌说是恩爱的时候,佩图也寄出了儿子的表情包。 黑自家儿子绝不心慈手软,黑自家老公更是驾轻就熟,好好的分享一家和乐融融氛围的微博,画风总是不经意泡片,无精老父亲的背影系列微博,无精拼命的给儿子加娃娃,却被谢南爆料加娃娃水瓶感人,还不花自己的钱投币。 正极网友对身处儿童中心时无精背影的形容,孩子觉得炮砖凝聚,回屋中流露着一丝乖巧,刚直里涌动着一股产味,谢南帅儿子,DIY批发,原本佩图,应该是酒公格暖心小天使。 但图游的大书感又是怎么回事,老父亲吴京求生日很强,立马转发表示,回家要捞韭菜盒子,娱乐军觉得吴京应该是不满自己经常被老婆谢南黑,然而敢怒不敢言,所以就常在自己的微博黑儿子无所谓,亲爹,通心破坏者,无所谓,要被玩坏了。 还有这张,文案和配图,是来搞笑的吧,无所谓的表情包素材,都是从爹妈的微博流出,真希望她以后看见自己,黑历史,的时候能高唱,无所谓,二拍谢获钱。 谢南就在微博跟网友热火朝天的讨论吴,所谓二点灵的命名,网友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脑洞大态,提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名字候选,这下倒好。 无所谓二点灵感在中秋出生,团团圆圆,热心网友提议,就叫无人月饼。 李永杰,虽然爸爸无精盖章,无所谓二变灵叫做无虑,但是难保皮皮爹无精和皮皮妈谢南,不会一时兴起,就改了儿子的小名。 他跟无所谓都快被自家爹妈玩坏了,无虑同学还远吗? 转文,稍就是马甲编辑,走影师。 转文,稍就是马甲编辑,走影师。 感谢观看